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题一下就吸引住了大家的视线 虽然泳衣穿得比较朴素保守 但是还是挡不住她的帅气 短屏头稍微长了一些 但是上镜也依旧很清爽阳光 白的发光的皮肤让女生看了也羡慕 身材更是没有多余的一点点坠右 那又稀又直的大长腿 更是不输百万女团腿了 综艺的本身就是均营一家冲浪店 因此当然会有很多的海边的运动 也看得出来平时比较内敛慢热的衣博 这回是真的开心了 一脸笑容和大家玩着沙滩排球 展现出了罕见的活泼一面 简单的泳衣也能够穿出满满的少年感 看来时尚的完成的确全靠脸 打完排球之后就进入到正题了 那就是冲浪了 在泳衣的外面掏个衬衣 夏日刷她的感觉马上就来了 湿发梳起之后是又A又发的 一脸酷爪的样子真的太帅了 随便拍攀也是时尚画宝的既视感 果然颜值极正义 就在大家都以为衣博的身材比较瘦弱的时候 我们的滑板少年马上放大招了 平时就很喜欢跳舞和滑板的他 原来一直都是身上不漏的 湿水之后不慎展露出了自己的真实身材 真的是让人很惊喜呢 湿身之后腹肌胸肌就变得相当明显了 小小身材下大大的能量 再加上湿发大背头 是不是就更是男人味爆表了 其实他身材一直都挺好的 只是平时穿衣服会比较的不凸显 之前上台表演的时候 他就有非常大方的展现了他的腹肌纱 瘦弱身材下隐藏的是明细的搓衣板的腹肌 这反差感是不是更加圈粉了呢 难怪看着瘦啊 但是穿衣却这么好看了 衣架子身材真的不是盖的 很有夏日感的蓝底印花衬衫 搭配的短裤拖鞋也很拽很霸道 走在海边一脸不屑的样子 仿佛又从甜美的男孩 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裤盖 整体的配色很简单也很显白 即使是女生照着穿也很好看的 如果你也打算到海边玩的话 不妨把同款上衣给get起来吧 能够有这样的好身材 其实还是离不开运动 他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名副其实的全能男孩一个 首先当然就是跳舞了 这个相信都不用多说了吧 黑白穿搭街头感十足 跳起舞来更是俐落又干净 导师级的舞蹈实力 让人感看不已 想不佩服都不行 在被问到想要在冲亮店 干点啥的时候 衣博毫不犹豫的说 自己想要尝试一下水上摩托 看看这惊喜的浪花 就知道画面看起来有多帅了 景深衣和旧深衣的组合 都变得时尚了不少 画面太养眼了 一博喜欢大摩托这件事情 应该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吧 选手级的实力 让人甚至觉得 他是个被歌唱事业耽误的赛车手了 装备专印法十足 运动细胞太发达了 别人学半天都学不回的冲浪 一博也是游刃有余的 本身平衡感就很出众了他 冲浪当然也不在话下了 难怪身材会这么好 运动量真的很足 虽然平时比较不善言辞 但是一博的爱好和才华 却是非常亮眼的 长得好看身材还好 八块腹肌男人味十足 所以说大家以后 可别再低估这个 看似单薄的小小少年了 王一博能够有现在的成长 不得不说 天天向上的老大哥汪涵 人都是心换心的 汪涵是个很聪明的人 尽管没有何炯那么讨人欢迎 但是论提携后辈 真的是个很睿智的人 那汪涵能这样真情流露的 待王一博和大张伟 是不是显得很虚伪呢 不是 是因为王一博本身很实在 王一博在自己的领域也足够优秀 大张伟是真的够意思 所以天天后来披露了大张伟 是推了高薪综艺旧场的 大张伟还一边被OD粉丝攻击 甚至是攻击现在 已经是大夫人的女友 说实话 陈情令并不是特别好的资源 如果说王一博的运气不错的话 那么王一博粉丝多了 天天也是能够有好处的 汪涵至今是个微博没有的人 没有何炯的元润 但是他绝对不法本领 网络是个不直接涉足的领域 但是早就是网络时代了 这个网络时代 面对于天天兄弟的瓦解 网络上对他是有各种的不理解的 以前从未经营 现在还坚持不经营 不算举步为坚 也是前所未有的窘境了 这时候有个小孩子十分单纯 也和浮躁的圈子脱节一些 靠谱努力争气 加入了团队 如果你不能够想象汪涵的心路历程 那么可以粉红色想象一下 这个湖南卫视的大叔 被小孩子的单纯和认真治愈了 因为大相伟又起了信任 就像是磕头磕出了五宫秘籍一样 精诚所至 精识未开 遇到科普的人 只要还有野心 带着团队重新启航 并且积极地经营团队 王一博从2016年开始 每年韩哥的生日都会给他庆生 是很懂事 很懂感恩的孩子 一直记得汪涵说过一句话 一博什么都不用说 什么都不用做 我们就会想要什么都为他做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可能会有点差异 那个时候王一博还没有打火 组合的其他成员 拍戏的拍戏 上节目的上节目 只有他是无事可做的 好在天天上上给了他机会 让他加入到天天小兄弟 到后来的正式加入天天兄弟 说真的 虽然我是一博的粉丝 但是我觉得是天妈和韩哥选择的他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当时的天天小兄弟 很多现在都很红 而且王一博当时话很少 很低调 韩哥还是会Q他出来 是真的很喜欢他 而天妈也是在他加入到天天兄弟之后 一直叫他腰 所以天天向上其实就是王一博的家 他自己也在节目里面说过 每次在外面做节目什么的 连轴转真的很累 但是回来录天天向上就会很放松 又回家的感觉 这些年天天向上真的教会了他很多 我们都说天天向上是王一博的大学 不仅让他增长了见识 了解了更多祖国的文化等 更是记录了他的成长 我们可以看到他从2016到现在的变化 进步真的很大 韩哥教会他的东西太多了 对于我来说他和一博就是 一师一友一兄一父 王一博今年商务捷报连连 仅是上半年就连续拿下了13个代言 影视方面的资源也颇令人眼红的 拍摄的两部剧都是大制作的主流题材 于是很多人都说 王一博如今势如破竹 那么在圈子里边一定就会被阻击 但是没想到最后令他人设翻车的 却是他的朋友们 魏大勋在《拜托吧冰箱》里面说 王一博跟男的聊天的时候话挺多的 还因此被陈乔恩冷眼一叮呢 因为王一博跟陈乔恩有个合作 当时相当的划少 说完这件事情之后 令大家不由的想起来 有一次王一博在机场遇到韩庚 当时他确实没少说话 后来他先走了以后 韩庚似乎还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连新录剧的综艺《夏日冲浪电》 也给王一博做了一版大量说话的预告 几次之后 大家终于对王一博的刻板印象有所改观了 这孩子私下可能真的话挺密的 还有人结到 侯明浩在采访当中被问到 朋友圈里边谁最爱发自拍呢 侯明浩说是王一博 王一博和侯明浩早在2016年的时候就认识了 当时他们一起参加了天天小兄弟的选择 难道这几年来 王一博都在刷屏朋友圈吗 这次大家终于认清了 王一博话多又爱发自拍的事实 粉丝不干了 有个粉丝说 好家伙 我一直都知道我们不配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不配 因为在今年过去的六个月里 他一共就发了两张自拍 还有的粉丝说 天哪 昨天因为他发了两张自拍 我还激动了半天 都存图做平保了 结果看到这儿 我真的是太卑微了 很多粉丝一直都认为 他高冷不善言辞 钢铁直男不爱自拍 谁想到呀 其实是个很活泼的小孩 这个误会可真是太大了 王一博早期的刻板印象 可以说是一种保护 因为他出道的时候年纪小 在组合里面 其他哥哥就会特别的照顾他的发言 之后在湖南台主持节目 其实在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里 不说不做也就不会错 他把更多的时间 留在了学习观摩前辈 在他刚刚涉足主持的几年里 天天哥哥们 也是把他保护得很好的 他的定位就是 在游戏环节里 其他的场面就交给哥哥 这样即使他不发言 也不会显得很空白了 另外 哥哥们也有实力 把他带到主持稿里 于是大家就听到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嘴里吧 总是王一博 王一宝的 如今的王一博 已经可以在节目当中 轻松互动了 时机成熟之后 他的发言机会越来越多 决心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起思考问题 面对难关 如今王一博已经22岁了 在主持人和演戏方面 都有了几年的经验 之后大家所面对的他 会越来越清晰和完整 也就是饭圈所说的 史于颜值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的第三阶段 当他很多的被人熟知以后 观众还能够稳固于 忠于人品的阶段 才是对于一个艺人 最终的肯定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 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